雪中 灰红肃木 佛寺外黑鸭鸭一片 十里长街 广场内外 跪满了人 他们朝着王寺的方向顶礼 哎呀 你这样念得好慢呀 我给你们念吧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他铺在蒲团前 紧紧抱着一个浑身是血 已经僵冷的男人 泪如雨下 珈乐 我等着你 她低头 额头低着她的 一声一声地呼唤着 泪水从她那双眸里落下 她没有哭出声 轻轻地 温柔地道 珈乐 我等着你 有没有背景音乐 没有吗 有背景音乐呀 谭莫洛家心口角痛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泡以 如露以如电 生如朝露 所以一旦错过她 便是永恒 她要牢牢抓住这一世 好好的活下去 心若顿悟 明心渐性 突然漫天风帆 萨萨响 云端的幻象 轻刻间化为肥粉 反妙音反场 如潮水一般褪去 啊 反正就是她 她做了一个梦 哎呀 叶寒 你这干什么 人家本来就害怕的 真的是 吓坏了我的好哥哥 哎 哎 不是 哥 哥还有五分钟了 你跑到没 你跑快点嘛 你加速好不好 你看 温热的鼻息 撒在她脸上 冰冷的手指 扶过她的面颊 她抬眸 微凉的吻 落在她 饮满泪水 和红血似的眼睛上 哦 你看 我怎么每次都要读这种地方 有点吓人 不吓人呀 哥 你跑快点 不要听她说 你骗我 她终于哭出了声 谭莫罗加抱紧摇音 比安花抱住夜寒 低头吻她发顶 吻她眉心 吻她鼻尖 最后 我怎么又这么羞耻 读下去了 含住她的唇 撬开她的齿观 唇齿交叉 气息交融 她浑身发抖 她满身是血 两人紧紧缠在一起 搂抱相连 倒在蒲团上 恨不得将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 明明是吓 不是呀 我在读那个呀 我在读那个 嫁给一个和尚呀 这怎么会是那个 这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言情小说呀 这么说 他们几个可就不困了 恨吗 什么 被这个词写得有点 好经典的描写上面 没有 这段经典还没有 没有读完呢 吞咽 吞咽瞬息 扫过每一个角落 略过她的甜美 直到她耳鸣目眩 承受不住时 她才放开她柔软香甜的唇 吻屈她眼角的泪珠 脚步深皱起 他们这几个人 听到里面的说话声 冲进行堂 看着苏醒的 谭莫罗家目瞪口呆 半伤后 他们反应过来 欣喜若狂 然后 下面 医者们回过神 然后呢 扑到 我跟你们说 这个词里面 这个小说里面 最多的那个词 就是 吸 多多缩 吸吸缩缩 就是总能听到 吸吸缩缩的 穿衣服脱衣服的声音 她就老有那个 吸吸缩缩 夜寒快 承受不住了 夜寒退开来 让迷惯 上前 手忽然被紧紧钻住 一道力量 把她拉了回去 碧安华 抓住她的手 脸上的血没擦 眸色暗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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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怎么样的 眸色暗沉 哪里也别去 陪着我 夜寒的 心里 欢快的 快要溢出来 坐在她身边 不动了 来 后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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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略 彼岸花 看着夜寒 她摇着唇 紧张地 听着几位医者说话 眼睛红肿 鼻尖也通红 神色憔悴不堪 泪水还未干涸 这几天 她一直这样守着她 呼唤她的名字 谁 哥 你跑快一点 哥 你跑快一点 那换个安眠 我不换夜寒 好吧 那我给你换个美 我换游直希 她不想结束 她让她担心了 她拉着她 问她疲倦的眉眼 医者们低下头去 迷惘 满脸笑容 有直戏脸上飞红 扭开了脸 唯有咒服歌 冷笑一声 翻了个白眼 她以为彼安花是必死无疑 连回去的车马都准备好了 怎么样 迈向有变化了吗 叶寒轻轻地推开变化 一脸忐忑的问一者 这里不好 等我再看看 哦 这里好 这个描写的好 心堂里只剩下叶寒和彼安花两个人 你真的没事了 叶寒抱着彼安花 红肿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彼安花心间跟着她的眼睫颤动 真的 她感觉好了很多 叶寒把脸埋进她的胸膛 继续听她的心跳 平缓 从容 扑通扑通跳动着 她低头 紧紧地拥着她 手指插进她的发尖 吻她的头发 劳室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那时她姐穷穷竭力 现在她陪在她身边 这里也是她开始新生的地方 朦胧的烛光温柔地拢在两个人身上 她们静静地依偎着 好 看下一段感情戏在哪儿啊 啊 花哥你到了吗 到了 可以不用读了 跟我再读一段好吧 我们不读的也你了 我们换个人 啊 不能换个人吗 我们换那个 我们换 一寒就行是吧 哦 那我们换一个吧 我说到了就到了 迷惘是吧 哦 想跟迷惘搭是吧 OK OK 那就迷惘吧 嗯 嗯 呃 到了哪儿 迷惘 迷惘 握着夜寒的手 让她的手心搭在自己头上 从前她就喜欢端详她的脑袋 看不够似的 后来胆子大了 时不时偷偷摸一下 抱着她轻拾 面饭潮红 发病散乱 鲜柔的腰在她掌中扭来扭去 指腹悄悄爬上她的脑袋 轻轻摩缩 有时候还会轻上来 印上几个湿漉漉的吻 她 迷惘 有时候不惊响 续发以后 她是不是会失望 不 我是迷惘的脑袋 迷惘是个和尚呀 男主角是个和尚 女主角是个公主 她长出发茶了 她不是喜欢摸吗 为什么不醒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叶寒她昏迷了 昏迷了 她低头 脸埋进叶寒 披散的长发里 闭上眼睛 一种从未有过的 我的闹钟响了 兄弟们 我为什么会 这个时候闹钟 有一种 从未有过的恐惧 狠狠地鼓住她的心脏 她怕了 迷惘紧紧地抱着 夜寒冰冷的身体 沉沉睡去 她不再抄写经文 不再诵经 她守着她 为她擦洗 为她书法 今日如是 明日如是 一日复一日 一年复一年 时光荏苒 弹指芳华 好像不过是眨眼间 又好像过了很久 怀中的她 忽然发出一声 轻微的嘻喃 眼睫颤动 她回来了 欢喜 填满迷惘的眉眼 下一刻 她看到 在踏前等待的自己 垂垂牢 风烛残年 脸上爬满皱纹 她等了她整整一生 原来是她做梦了 然后她醒了 她轻轻地抬起手 和尚 和尚 一开口 她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 喉咙火烧火燎 迷惘 直起身体 凝视着叉 凝视着她 气息冰冷 慢慢靠近 将她整个人揽进怀中 双臂一点一点地收紧 力道放得很轻 生怕弄疼了她 气势却越来越冷力凶狠 像是再也不会松开手 公主醒了 给五秒加上 为什么 今待的众人反应过来 五秒又窒息 彼岸花几人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还有谁吗 五秒尖叫着 在满屋子里乱转 最后朝着东边方向 跪下来 叩头感谢神佛 可以吗 花山论剑阁来了 我们要不要换个男主 我要说啥情况 哥我在等你点展馆呢 哥 来啊 抱紧自己的男人 肌肉紧绷 浑身清颤 落在病变的稳炙热 绵密充满恐惧 夜寒微微震住 拍拍 华山哥的背 我没事 华山哥 我说过的 我睡一觉就好了 他 抬起手 去摸他的脸 指尖出到一阵诗意 整个人呆住了 夜寒 推开华山哥 他宁眸直直地看着他 眉眼如画 浓结清颤 忧伸谋底 晕着烈焰的泪光 华山哥 居然哭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流泪了 流泪的模样 佛流泪时是怎么样的 他本不是世俗中人 为了他 七情六欲 喜怒忧思 悲恐惊 全都尝了个遍 夜寒脑子 轰得一声巨响 碎裂成一块一块 抬手 捧住 华山哥的脸 温柔地 爱怜地 吻他 华山哥 闭了闭眼睛 谢谢华山哥 华山哥 闭了闭眼睛 连起泪光 抱紧他 双臂铁钳一样 紧固住他 以后别再吓我了 他经受不住 他抱得太紧了 夜寒几乎无法呼吸 在他怀中点点头 声音闷闷的 不会了 华山哥 人在发抖 夜寒宝贝 你这次婚厥 是不是和我有关 他语气平淡 不像是在发问 夜寒抬眸 对上他的目光 华山哥 眼中仰着水光 眼神沉甸甸的 向松山峻岭 当头压下来 夜寒张了张嘴巴 华山哥低头 稳住他的唇 破人的气势 散发出来 深入 什么 寒 寒 寒顺 紧缠着不放 灼热的气息 和他的交融 夜寒尝到 咸色的味道 凉酒 他才 促喘着 放开它 热火照应 他眸光 深邃的幽黑 莫比勾勒的五官 半明半暗 正如金刚夜叉 一半佛 一半魔 泪光闪动 森冷威严 夜寒 正正地看着他 你很了解 你很了解 彼安华 你还很了解 幼直兮 你没有见过我时 也了解我 你忌讳 迷惘 他一字一字到 唇在他的病边流连 夜寒沉默 华山哥 捏着他的下巴 气息浮在他脸上 你知道很多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知道哪些人可用 哪些人不大值得用 啊 细菌研发武器的道士 将人听命于你 虽然丹药不是你配的 啊 这这里不重要 我曾想过 你是佛陀送来我身边的 我不会去探究你的秘密 不问你的苦衷 华山哥 望着夜寒的明眸 像是要望尽他的心底 声音艰涩 沙哑 字字沉重 夜寒 别再离开我 否则 我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你 啪得一声轻响 烛火熄灭了 夜风浮动株连 风声灌满内饰 黑暗中 华山哥 眸中似有幽兰的火焰燃烧 冰冷克制 又疯狂炙热 夜寒心脏砰砰狂跳 眼圈一点一点泛红 抬手勾住他的脊背 一个用力翻身 压着他倒下 紧紧抱住他 把快要夺矿而出的眼泪 蹭在他胸前的衣巾上 抬头 胡乱地问他 华山哥 侧过身 露着他 感觉到他 柔软温暖的唇落在头顶 轻轻地 慢慢地松口气 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放下心来 这一段就结束了 这一段就结束了 氧气哥来了吗 氧气哥 我去水壳洗个冷水操 这段结束了 我可以去 我女神他变了 谁是你女神 叶涵吗 几点了 三点多 没有啊 你看华山哥都送我告白气球了 我不得给他加点戏吗 看一下啊 精彩的部分 应该在后边 后拉一拉 都给我毒饿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可以 那个花哥 你真的你跑回去了没 我们睡觉吧 要不然 我们这个留到下次 我上次还看过一个 但是那种小说 好像不能读出来 这个小说还是可以读的 王子你变了 我变得什么 我变得 我怎么变了 太晚了太晚了 我变得更爱你们了吗 这个好想听下一个 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还是可以读出来的 写的 这个文笔怎么样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 这文笔怎么样 变成念白主播 这怎么在念白呢 我这 真的是 不够细腻 那那我来个细腻的 好细腻的 这个 来 来 这个是婚宴啊 婚宴 那我来了啊 换换个女主 换个女主 我们那个 我看一下 花歌当男主 画山歌当女主 众人心中紧张 即使在婚宴上 花歌 还是 你打的名字 还很CP 花歌 还是冷静 沉默 花山歌 喝着酸酸甜甜的杏姜 嘴角一勾 靠到花歌的身边 红尘微起 滴雨 花歌 我下午的时候 整理香龙 不小心打翻的那只 黑漆书霞 怕里面的东西摔坏 用你给我的钥匙 打开看了一下 花歌 眼睫 忽得颤动 花山歌咬了咬唇 我看到那几本书册了 花歌 垂谋不语 满座 欢声笑语 花山歌偏过头 似笑非笑 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在他耳边 嘻喃 郎君 你怎么看那些东西 像是 含羞 称怪他 语气 却分明在调笑 巨尾 嘴微微上扬 像一只得意洋洋的猫 一爪子狠狠地挠他一下 又伸出软垫 轻轻地安抚一下 嫩红舌尖一闪而过 花歌 花歌没有作声 听到他那故意脱长 娇柔的郎君 他半赏回不过神 异样的苏麻 在胸腔跳动 席间使者不明所以 继续 挖度搜长地 想办法奉承他 花山歌就喜欢看他 不动声色的模样 继续说 花歌 有直戏 说你回来以后 去过汤泉 你是不是快好了 说着 视线扫过他腿肩 意味深长 虽然 他碰过几次 其实每次都不敢低头看 花歌一震 脸上神情不变 身体早已僵直 等一下 他没敢看他 若无其事地 换了一个姿势 花山歌忍笑 忍不得 舍不得继续欺负他 起身要走 刚坐直一些 手弯一紧 被他紧紧扣住 花山歌抬眸看他 唇边一抹得逞的坏笑 这么多人看着他们 他有火气也得忍 花歌看着他 暗脸在从容清冷里的气势 轻刻间散发出来 铜墙铁壁一样 雄剑浑厚 手上力道不解 眼帘抬起 淡淡扫视一圈 身旁的敬略 其其喊手退到御阶下 在座的使者宾客 也在敬畏的示意下 抱拳退了下去 刚才还热闹的高台 转顺只剩下花歌和华山歌两个人 花山歌 傻眼了 台下观众还在豪影 乐曲声激昂热烈 人影晃动 台上只有他和他 他俯身 气息在他耳边萦绕 花山歌 我自幼出家 不懂夫妻之道 他一本身正经地 说着这样的话 花山歌不禁心跳如骨 耳垂发烫 你那么博学 他才不信 他一点都不懂 我只听过天竹秘法 未曾研究过夫妻之轮 怕伤着你 参透世间万物 才能解脱 了解之后方能放下 他越变典籍 对于他来说 夫妻之乐和其他世人 难以割舍的荣华财富一样 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贪婪的一种 起初对他起贪念时 他未曾想要这么亵渎他 只是想把他留在身边 身边 后来 动了什么这两个字 是两个 这个叫什么方框 想要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烈 看到他便忍 便抑制不住 念经也无法打小心思 花歌扣着花山歌的手腕 看着他 因低头的动作 露出腻白的薄镜子 消瘦健壮的身体 撑在他身边 脸上没有一点笑意 一字一字 慢条丝里地说 福气之欢 和和之乐 出自天然 我是你的丈夫 你嫁我 我想让你快乐 所以看那些书册 他靠近了一些 握住他的手 送在唇边亲吻 亲吻的声音变得沙哑 亦有所知到 为什么写得如此羞耻 我说明显得如此羞耻 花山歌 那个 你扶着我的时候 我很快乐 快乐 快乐到 想一直沉沦其中 那种 那种让人 畅快到 忘乎所以的快感 像魔鬼一样 吞噬他的字池 这种话 从花歌口中说出来 格外撩人新鲜 花山歌身上 滚过一道站立 脸梳得一下红透 眼睫颤抖 热流 涌上脸 明明故意逗他的人 是自己 我听人说 达摩给你选的 那些面首 都惊于此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道 花山歌双眸瞪大 一脸不敢相信 愣愣地抬起头 他知道面首的事 这公主怎么还养面首呢 花山歌 你怎么还养面首呢 花山歌 花歌和他对视 眼神透出威严 你想在贝贝村 养几个面首 他曾经想 只要他快乐就好 后来他发现 伴随着爱和欲的 一定会有度和恨 有失落和痛苦 他们无孔不如 一点一点 施咬他全身 正如经文所说 七情六欲 相伴相身 得他 得他陪伴时 有多欢喜 放手送他离去时 就有多苦涩 花山歌 头皮发麻 花歌果然狡猾 早就知道 他曾经动过 养面首的念头 故意隐忍不发 现在才说出口 他太过震惊 一下子就露馅了 王 王后 及时到了 嗯 对 及时到了 就是 送入洞房的及时 为什么他们洞房里面 都描写的这么的详细呢 我还要继续吗 我们下次吧 我这里放个标签 后面这个戏啊 非常的精彩 华哥你去吧 华哥 嗯 继续啊 继续什么 下次再继续 我困了 我刚刚就要想睡觉了 不想戏 不想 我吃饱了 我睡了 哎 晚安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 晚安 好多人都爱听是吧 有知悉宝贝 我对你好不好 下次我给你安排一个 更精彩的 他们今天这个啊 比较 叫什么呢 比较你浓我浓的 嗯 这个比较你浓我浓的 宝贝们快睡吧 快睡吧 我也我也不行了 我睡觉了 主要是 听得我生活不能自理 你不需要自理呀 让花哥帮你理 好不好 哎呀 拜拜了朋友们 花哥不是下了吗 哎呀我是真困了 放空放空一下 让叶寒帮你理 叶寒帮你理 你怎么又来了 你难道又要去跑步吗 花哥 你是不是觉得后面 特别的引人入胜 特别想继续听下去 说话比较耗费氧气 所以我就有点困了 晚安 反正我是不困了 啊不行不行不行 好困啊 哎呦 原来我刚一直都没有放笔键 来来来宝贝们 快乐的时光 已经很漫长了 四个小时零五分钟了 我还是来偷看演唱会比较刺激 来嘛来嘛 欢迎花山哥 到时候跟花哥 我看着你下播 啊好的好的哥 我吓了啊 谢谢宝贝们 谢谢大哥们 大家晚安哦 谢谢宝贝们 谢谢宝贝们 谢谢宝贝们